6月27日,星期二得到 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碑 多人認為留在香港的市民 都不懂得反抗或不想再反抗 但今日有一宗新聞,頗古武 就是平石村國旗有12幅被塗污 有2幅被人偷了 近7月25週年,很多地方掛了國旗和區旗 其中井字形公屋的牛頭角平石村一片旗海 村內的走廊鋪天蓋地掛上國旗和區旗 昨天早上,南石樓和金石樓 被發現多個國旗被塗污和偷走了 黑警早上接獲屋村保安員報案 發現南石樓和金石樓的走廊掛著國旗懷疑被塗污 亦有國旗不見了 黑警到場調查,經點算後 發現有12幅國旗懷疑被塗污 南石樓和金石樓亦各有一幅國旗懷疑被偷去 現場見到,有中國五星紅旗中的星星位置被人噴黑了 黑警將被塗污的國旗拿走 亦有許多用作綁欄杆的繩被解開或剪斷 國旗垂在半空中 黑警將案件列作侮辱國旗和盜竊罪 交由秀茂平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暫時沒有人被抓 後來竟然有人斬腳趾被沙寵 平石村南石樓的護助委員會 因為擔心旗可能會再被人破壞 於是派人收起了 現在天台位置已被人圍封 有人在現場留下一束白色鮮花 地上亦布滿米粒 之後有記者去到平石村看看 金石樓依然有五星旗掛 但紅石樓和崔石樓未見有五星旗掛 何而言,算不算是市民抗爭成功了的一步? 市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不滿 現在終於引起迴響 這些區委會就覺得害怕人破壞了一個旗 於是便收起了 現在留在香港的市民 仍然有他們自己的方法去抗爭 而這次的抗爭是一個成功 這宗新聞 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月底正式解散 他就這樣說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 在昨天Facebook上宣布 將會於今個月的30日正式解散 HAEA 指出 由2019年以來 工會一直是政權著手打擊的對象 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 和政治低氣壓之下 最終通過動議宣布解散 HAEA 又感謝各位同行的支持者 他們就這樣說 我們一點都不後悔當初選擇站在風暴的前線 連結各位 在荒謬的時代作出抵抗 HAEA 在昨天Facebook上宣布 已在6月24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並投票通過進入解散程序 將於今個月的30日正式解散 HAEA 之後有發布名為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的貼文 他就說承接著反修禮運動的新工會浪潮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2019年12月4日 由一群有著相同理念 對於社會有著相同憧憬的醫護成立 到現在雖然已經只有兩年多的成立期 我們一起走過高高低低 經歷過罷工、集會、街站 亦經歷過政治打壓、白色恐怖 甚至乎連前主席蛇偉明都在橫壓著 在各方壓力和現今的政治低氣壓下 我們最終都是通過動議宣布解散 AEA 就認為群眾的力量在於團結和集體性 工會就是一個媒介、一個載體 來幫助、連結大家 所以由2019年以來 工會一直是政權著手打壓的對象 鐵文更指出 HAEA 因為種種原因而逃不過解散的機局 鐵文更說工會的完結 絕對不是整場抗爭運動的句號 在2019年所有事情依然發生在法庭、牢獄和每天的放膽中 之後還希望大家堅持追求自由的信念 將拒絕向荒謬屈服的勇氣散播出去 繼續自身革命 自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爭取到 自由和極權的對抗可以是數以十年計 在這個文章的尾 HAEA 表示 星星之火可以療軟 這句說話在現今的低氣壓之下 可能顯得有點離地 但如果連自己心中的星火也熄滅了 留下來的只會是一個冰冷死直 相反 如果大家能保持心中的火 甚至能燃點在身邊的人 未來是光明還是黑暗 就是取決在我們可否堅持到 讓我們從獄前 努力裝備自己 繼續用信念和勇氣捍衛價值 捍衛僅有尚未崩壞的土地 HAEA 說得很對 就像剛剛第一宗新聞一樣 我們的小市民用自己僅餘的力量 來做繼續抗爭 抗爭有很多種形式 如果留在香港的朋友 不一定要逛街 不一定要在網上發表言論 因為被人抓的風險實在太大 我們可以用自己僅餘的力量 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繼續抗爭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 會繼續跟香港人發聲 有宗新聞 陳茂波竟然教別人如何發達 現在黑警就在查一宗這樣 黑警昨天在Facebook 表示 近日在網上發現 再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想的詐騙廣告和網站 有些市民去點擊 之後就連接到可疑的交易平台 現在他們還跟著緊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今個月初曾經澄清 相關廣告和言論全都是虛構的 近日網上出現了一條廣告 聲稱再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訪問 部分是用簡體中文寫上標題 我會告訴大家我是如何真正致富的 黑警就說留意到有騙徒 會盜用知名人士來吸引目光 搭配以假亂真的詐騙網頁 或偽章成為新聞 似乎聲稱這些投資可以獲得巨額回報 刊釘廣告分享所謂的致富之道 騙徒也會開設虛假的新聞網站 甚至報導知名人士推介的投資平台 若市民稍加留意到 便不難發現這些網站或平台中的部分內容 語法不通 而且有大量的母校連結 財政司長辦公室今個月11日表示 已將這件事轉交黑警去調查 並且嚴正澄清從來沒有發出或授權任何相關的廣告 司長亦沒有接受所謂的訪問 關文章傳屬虛構 辦公室發言人呼籲 千萬不要透過這些廣告 登入任何可疑網站 或向來歷不明的網站提供個人資料 現在香港市道真的非常差 出現了許多詐騙集團 尤其是網上的詐騙 大家要多多小心 一宗新聞 香港醫療體系大量引入醫護已不齋的事實 醫管局引入大陸醫生引趕走香港醫護的質疑 今年香港出現移民潮 各行各業流失大量人才 醫管局於6月23日表示 香港醫護短缺 人才流失接近一成 他於是想於今年下半年推出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 引入中國大陸資深醫生 預計第一批有5至10個醫生 不過有前線公立醫院護士批評 這個措施無法解決前線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 醫管局應改善公立醫院工作環境 重新檢視醫護人員的薪酬架構 另外有學者批評 醫管局一年之間流失了大約500個醫生 引入大灣區的醫生都是杯水車身 醫管局於6月23日召開大會 主席范紅玲表示 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的目標人選 是曾參與援港抗疫的工作醫生 他強調要符合病人的福祉和兩地法規原則 重新是為了增加人手 蔡奇會請西醫為主 大陸醫生在香港待悅 將會與海外離港的醫生一事同仁 目前正在與廣東省衛健委商討 用所謂的輪間制度 每人離港不超過一年的時間 范紅玲表示 中國大陸醫生離港 要獲醫委會批出有限度註冊 同時不影響優先聘用在香港畢業的合資格醫護 以及現職的醫護升遷原則 另外他聲稱醫管局 在做多管齊下方針 來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包括服務滿三年的員工 可以申請低息置業貸款計劃 希望在第四季接受申請 以及會延長服務年齡到65歲等 由去年4月起 過去一年有大概500個公立醫院醫生辭職 佔整體7.9% 同時有2600個公立醫院護士 流失率到9.5% 翻查資料顯示 根據政府早前公布的醫療人力推算2020年 估計到2030年 香港會欠大約1600個醫生 到2040年更加會增加超過1900個 而公布推算結果時 香港仍未爆發大規模移民潮 連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義 在接受訪問時質疑 引入大灣區醫生這些措施是挽留增加人數 還是趕走真正的香港醫護呢 大家心知肚明了 亦感嘆當香港人已經與維吾爾人一樣的命運 他們要吃豬肉餃子 我們還有討論合不合理嗎 我們還有選擇和質素的空間嗎 而前線公立醫院的護士劉凱文在接受訪問時說 引入大灣區醫生和低息事業貸款 都無法舒緩前線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 其實現在的香港很難玩留人才 因為問題關鍵在公立醫院工作很辛苦 工作環境惡劣 問題已存在很久 但醫管局不去正視 他認為引入大灣區醫生只是杯水車身 因為第一批只有五至十個 醫管局反而要用很多人力物力去處理相關手續 就算引入一萬幾千個大灣區醫生也沒有用 因為公立醫院工作環境那麼惡劣 他們也不會長期留在香港工作 劉凱文強調 醫管局應該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 重新檢視醫護人員的人工架構才能挽回人手 因為公營和私營醫院的工作環境和薪酬多月相差甚遠 很多醫護寧願留在私營機構工作 除此外,他也批評醫管局肥相收客 經常新開始一些並不是前線的管理層職位 近日也宣布增加副顧問護士 以感染控制中心和足高灣社區隔離措施為例子 早前聘請了一些並不是前線的部門主管 工資一個月有十萬元 這些全部無助舒緩前線醫護的工作壓力 當未問及到會否擔心將來給大灣區護士搶飯碗呢? 劉凱文回應表示 政府暫時仍未豁免護士需要在香港考執業市的要求 其實每年執業市的合格率都偏低 如果大灣區護士能考試合格 我們歡迎他們來香港工作 他認為政府應該堅持執業市的制度 為護士的質素做一個關口 反對豁免非本地護士沒有註冊都能執業這一點 關於遞席貸款計劃 劉凱文擔心會被捆綁人身規劃 質疑是否問醫管局借了錢買樓 便要未來長期留在醫管局工作呢? 而相關計劃詳情仍未公佈 如果借了錢買樓後被人炒了那怎麼辦? 另一單是移民英國的新聞 移民英國六個月後覺得不適應 有人想回樓 這個港男在香港討論區發表文章 說他的同事移民到英國半年 他說自己不適應所以回到香港 但由於對方香港已經賣樓 英國賣樓 令他進退兩難 不過樓主說 如果同事現在回樓回香港 又要賣英國樓 回來又要買香港的樓 而且在香港也未必可以即時找到工作 所以對同事的決定並不看好 這個貼文立即引來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網民認為移民是個人的選擇 不會認為回到香港 他們認為回到香港 也可以首先租樓 見步行步 好像當旅居英國半年 回來勤力工作便可以 英國樓這兩年升不少 一來一回說不定還有賺 但亦有大批網友認為 短時間一來一回玩死自己 他們建議樓主可以多住英國一段時間 住一住就習慣了 新生活之下總會有個過渡階段 其實真的沒必要回來 而左一文去英國又賣樓 萬事起頭難 慢慢來過多幾年便會適應 亦有網友說過水便不要回來了 他在英國是否是膚皮 如果是和回香港其實沒有分別 大家又怎樣看過半年有回流的香港人呢 其實我有一半認同說不適應便回來 反正你覺得自己哪裡舒服便去哪裡 如果你覺得英國不舒服便回香港 其實真的不是壞的決定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離開 更何況其實英國的生活 不是人人都喜歡人人都習慣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個人選擇的 沒有說習慣不習慣 如果你想習慣的 你一個月或一日已經習慣了 如果你本身對英國生活有抗拒 你住十年也不會喜歡的 類似的文章還有一篇 我再和大家說說這篇文章是說什麼 有一個香港人移民了英國半年 他就說很難找到工 交上給當地人歧視 所以決定回流回香港 他就這樣說出走半年才知道現在好 我真的很喜歡香港 這個鐵文馬上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網民反問樓主 為何不想是否自己問題 亦有網友質疑 樓主是否真的有移民去英國 亦有人就說 只在英國留了半年 那麼短時間 未能完全體會當地生活 我發表文章的人就說自己 來了英國很難找工 並批評當地人歧視香港人 他就說很難找工 當地人歧視香港人 什麼工都報盡 全25份CV 都沒有回音 他真的完全沒有看報紙 或者完全沒有看當地人 當地生活、香港人的經驗 全25份CV 就想有人請 還有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經驗 是否真的適合這裏的工種 所以我就覺得 很多香港人的狀態是很錯的 他一有不如意的事 就說別人是歧視他 其實你根本就自己看少自己 你本身就設定了你是低人一等 只自動套入歧視這圈套 什麼都當人歧視 歧視萬能key 劉主繼續說 現在是在做餐飲業 每天的開支度度度度度 最慘就是被人歧視 更懷疑自己幻想輕微抑鬱 所以最終決定回到香港那裏 已經買了機票回來 出走半年才知道家庭好 我真的很多喜歡香港 這裏我又要插嘴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人 根本就是沒有心在英國 落地山根 他的決心絕對不夠大 可能是想試試試試 覺得自己不高興 就回到香港那裏 我也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來到這裏就有一個破釜沉舟 和由低造起的一個決心 如果你本身不是專業人士的話 你就必須由低造起 甚至乎是要再讀書 你重新增值自己 和這裏的別人競爭 你不能拿著香港的CV 就當成是一個萬能key 覺得你做甚麼都有人請 這是不可能的事 傳25份CV實在太少了 我一向都跟朋友說 英國是一個淘汰賽 第一看你夠不夠錢 第二看你夠不夠生存能力 如果隨便一樣都不行 那其實真的很難在這裏生存下去 甚麼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最近小悲的心情非常好 雖然我保持著病 但我陸續有朋友來到英格 我遲些就可以去探望他們 或者他們有空都可以來探望我 那我就會開心很多 我在這裏認識很多朋友 但實際上 在香港的朋友認識了很多年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很期待之後見朋友的日子 你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日 拜拜